你可不可以接受他们俩的告白 不管最后结果如何 至少给对方一个说话的机会 听听对方真正的心声 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尊重 是他们俩跟你一个人告白 还是你建议 他们姐妹之间先告白 你想怎样 他俩一起吧 他俩一起是吧 给威姐姐狗个掌 面对一个自己 二十多年相处的亲妹妹 和一个曾经的男友 面对着他们俩 手攥着手告白 这是需要勇气的 那接下来就 以这样的方式 来互诉忠诚 好吧 来站到那个圈 站到这个圈 接下来是姐姐和妹妹及妹妹的男友之间的告白时间 姐 你 你一直都拿 你是我姐来压我 从小到大 我都听你的话 但是 我一点都不开心 你 你所 所为我做的一切 我知道 都是为了我好 但是你有听我讲过吗 姐可当时平时太惯着你了 你以前那么听话一个孩子 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真的不知道 世界上最 最爱 最亲的人 就是你的姐姐 就是我 我真的不想你以后 受到伤害 不想你被骗 我希望你过得好 姐你别这么说 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可难受呢 我 从小到大我都 我都听你和爸妈的话 就因为听你们的话 我感觉我自己 特别没用 自己做不了主 你还记得吗 有一件事 我心里特别的后悔 我之前养了一只狗 叫Timmie 我 那是我 特别特别爱的 一个小伙伴 你和爸妈 因为他有细菌 让我把他送走 但是你知道 我有多难受吗 我也爱他 但是我更爱你 因为你身体不好 你手过敏 所以我才把他送走的 你能理解我吗 但是你和爸妈 为我想过吗 你们想从我身边 拿走什么 就拿走什么 一点都不估计我的感受 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 我感觉我 我是个人 我不是傀儡 感觉我自己特别的没用 什么都做不了主 只听你们的 不管你怎么看我 怎么想我 我都没关系 我知道是因为我 造成咱们三个人 现在这件关系 有点尴尬 其实我跟 弟弟在一起 我们就是奔着结婚去的 我们刚开始相处的时候 我就已经带过他 见过我的父母 在来之前 我的父母也知道 我知道 就是让你看着我的真心 有些困难 老师能帮忙 在来这之前 我先跟丽丽去把 我们结婚用的房子买了 你看上面写的 就是丽丽的名字 其实 其实我知道 我知道你一直对我有误解 我 我跟丽丽在一起 我们一年多时间 你根本就不知道 是怎么走过来了 我们两个人 真的我 心里都很痛苦 就是因为有你在 我们之前 我用一下 我 reliable 你给我拿到 我来说 我让你 我给你 我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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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